哈喽大家好,这里是苏莉 然后今天的这一期呢是关于一个雷品的吐槽 鉴于我是一个学生党 而且还是贫民窟的那种学生党 包括这个背景 我从小到现在就没有给他重新的再打扮一点 他永远都是这个样子 你们可以忽略他 开头首先就是第一点你们忽略这个背景 第二点就是点赞收藏 加关注三连 一定要记住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我们这一期的一个 首先第一款要说的是这个 是叫做维C水 它官方宣称是什么 美白淡斑补水 唯一体的一个什么爽补水 听着好像很有效 再加上这两年很多人很喜欢 什么就是有那种补水的功效 还有各种美白淡斑 功效的那些妹子来说 就特别特别特别想来买这款 包括我也中招了 至于说美白淡斑 我每次师傅大概得用到这么一大罐水吧 所以你们看的好像 好像明明都不好用 为什么我要用这么多 就是因为每次师傅师傅师傅 每次给他寄予一个希望之后 他没有给我带来的任何的 稍微的美白一点 体亮一点 淡斑一点 这个拜托大家都不要去买它好吗 第二款是这个 就是那个叫什么 Club的 日本Club的晚安粉 前段时间也是很火的一个晚安粉吧 然后它的价格大概是在 八十八还是多少 反正我记得当时买的时候 好像是在一百多一点 也是那个什么天猫的什么旗舰店 是什么海外旗舰店买的 反正不知道 然后但是我要说的点不是在这 而是它 我是一个混油皮 特别油 超级油 无敌油 就是那个T恤 特别特别油的一个妹子 所以说用这个 用这个的话每天会想的是什么 它的官方宣声是说 你自己用完护肤品之后 你再打上这个的话 就会觉得 就会脸就没有那么油 不会那么粘 但是我打完这个之后 再稍微过一个小时 皮肤就油的不行了 非常非常的油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 为什么会这么油 干皮的妹子 你们可以站起来去考虑一下 中性皮的 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油皮真的不要去踩这个蕾了 天蕾 真的 然后再来第三个 是这个 这个大家可能都很熟悉 这个 WLAB的防晒霜 我一开始也觉得 好像听得挺不错 就去买了 买了之后发现 根本就不好用 而且它也不沉膜 它是那种 给人感觉是那种油油的那种质地 我的天哪 真的很恐怖 这个 我是个混油皮嘛 然后你再涂上这个之后 涂上这个之后 再加上什么 硬装啊 粉底 加一下 等再过一个小时 你再摸一摸自己的鼻子 发现 可以炒菜了 油皮真的都不要去买它你 我们来试一下这个防晒霜 首先挤出来 把它抹开 等皮肤吸收后 出现一种油光感 你们可能会觉得它是成膜 但是等你五分钟之后再看 它还是这样 第三个 这个真的超火超火 大家也不用知道有多火了 这个是那个什么 成也医生的一个毛孔收缩水 官方宣称是可以把你的毛孔给它收缩了 我那是听得老激动呀 我这个大油皮就算了毛孔还特别特别的大 然后我就去买了 买了之后呢 根本就没有任何一点的一个收缩的一个效果 而且它说是要湿敷嘛 我去湿敷了去 常去湿敷每天的湿敷 湿敷了一段时间之后 就只是觉得凉凉的很舒服之外 根本没有任何用处 至于我为什么动到快见底 是因为夏天的时候嘛 真的超热的 它这里面应该是有添加那种薄荷的成分 然后我去 就是我经常会给它往脸上扑一发 就会觉得很凉快 所以我就用了蛮多 如果说你们是为了收缩毛孔的话 千万不要买 但是如果说你觉得夏天太热 想拿这个就是湿敷发或者怎么样 就会比较凉快的话 我觉得可以考虑一下 Visor的46号色的圆管的一个口红 然后它官方的一个试色图 给我看的就是那种比较 类似于水红色 然后有点偏橘 就有点像那个Visor12号色 但是更偏橘一点的 我觉得应该蛮好看的呀 然后我就给它买了下来 买下来之后 涂上去 我的天哪 从所周知 Visor的颜管都是比较润的吧 滋润的 但是它这只也太润了一点 而且还有点晕不开 颜色有一点点死亡 说不上来 还有接下来一款口是陆华农的 那个24小时不脱色的一个唇釉 然后它是那种怎么说 这是一种肉桂色 当你把唇釉上了上去之后 你会发现 好像颜色还可以 但是等过了几分钟 成膜了后 非常的黏 非常的黏 然后你用到另外一头的唇蜜 这火它是那种带的有感的黏了 而且它卸不下来 怎么卸都卸不下来 只有你拿卸妆水放在那个卸妆棉上 用力的嘴上揉搓 皮都快被我扯掉了才可以 然后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一个 这个是我在文艺养品买的 一个是这个应该是肉色 我眼睛不太清楚 肉色的一个唇蜜 然后它涂到嘴上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颜色的 我的嘴唇是属于那种 就偏白的那种 然后涂上去 这个涂上去基本上都没有任何颜色 觉得那种唇色深的人 真的没法用了 像我这种嘴唇表白的人 已经基本上是 没有任何颜色出来了 然后而且主要是它还黏黏的 你要说是冬天去叠加一点 叠的那种口红还好 但是夏天 真的别用了 太黏了 一直在沾我的头发 沾我的头发 看着好像还是一只 颜色蛮不错的唇蜜 等你上了唇之后 你会发现 好像跟自己本来的唇色 并没有什么区别 等你上完了它之后 你会发现 非常的黏 非常的黏 还是非常的黏 然后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以上所有的内容 都是仅代表我自己个人的一个观点 如果说你们有意义的话 可以在评论底下 给我回复 然后就是仅针对我这种 嘴唇比较偏白 然后皮肤是那种混油皮肤质的 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然后谢谢大家收看我的节目 依旧是希望大家能 收藏点赞加关注三联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